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格的单数 以A结尾的话 跟与R结尾一样 都是属于我们的第一变格 不出例外的话 就应该是阴性 这点形式把这个小U它去掉 其他的都可以照抄 变化后的含义 这回语格是稍微不太一样 上一次的话 我们讲到主宾格的时候 实际上在中文里面体现不太出来 这地方的话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要么就是一个for 要么就是一个to 所以 可以说为了爱 然后也可以是给了爱 以Ois为结尾 复数的 复数语格 然后Quirios 既然是个O的话呢 就是第二变格的事儿 第二变格的阳性形式 再来把它变成字典形式 后面是个Ois 然后重音 往前走一步 Q Ois 不过这回的话 复数版 而且还是一个语格 那这就是为或者给 那为了或者是给了 给了谁 一群主 众主 人 如果我们光看一个O 其实 这个三个性都差不太多 都是复数的数格 所以 这是一个数格 这是一个复数 然后 性的话 你得回到这个词本身 词典形式去看 Hammartia 最 阴性 Hammartia 以A结尾 第一变格的事儿 那这一方的话 重罪得 一群罪 然后 它是个数格 所以得 然后 Tus Tus 以Us来作为吧 复数版 兵格 阳性 圆形 圆形的话 其实就是个Hor 圆形是它的单数 主格那个形式 Hor 那你可以说是那些 好 往后走 说Anthropo Anthropo Anthropo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第二变格 然后 右下写的Yoda 跟第一个一样 语格 单数 阳性 这其实可以作为我们的例词来记 然后再来 语格单数阳性 然后圆形 然后圆形 Anthropo 尾巴是一个Oth的尾巴 中音得往前去 回到最前面去 Anthropo 那又是一个语格 所以就是为或者给 比如 为了 那人 或者为了人 或者给了人 这里我就不写那么多了 Vous 还是Vous 跟这个一样 像跟这个一样的话 对对对 这三个都一样 音格 复数 阳性 圆形 回到Oth头上去 所以 V Vos 儿子 而且这是一群儿子 众子 一群儿子 而且它是在我们初级阶段 唯一一个你会遇到 这个双原音的 这个双原音的词 只有它一个 只有它一个 但还蛮重要的是吧 Logo Logo Logo的话 以U来做结尾 数格 单数的数格姓氏 格是数格 数是 数格 数是单数 姓氏 阳性 以Oth结尾 所以 原型的话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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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可能 两种可能 是的 是的 因为主兵格长得一样 主兵格长得一样 这其实是我们上节课就应该能解决的问题 它既可能是主 也可能是兵 能跟主兵格长得一样的 中性 然后是个A 所以它是个负数 圆形 或者说 四点形是 Do 哪些 毕竟是个负数 哪些 Otho is Otho is 也有两种可能 没错 没错 不过这回不是什么主兵格长得一样 这是因为 语格情况下 负数情况下 它既可能是阳性的 也可能是中性的 Otho is 原型 Otho is 如果你是阳性就是Otho is 如果你是中性 Otho Otho is Otho is 给它们 或者为了它们 还有一个给它们就不写了 最后一个 巴西雷亚斯 以阿斯结为的 有两种可能 有两种可能 哪有两种可能 在我们的第一辩格里面去看 一种可能是 一种可能是 有两种可能是 在我们的第一辩格里面去看 单数的一个属格 所以 如果你是属格的话 属格的话 那就是单数 如果你是兵格的话 如果你是兵格的话 那就是负数 那就是负数 负数 然后什么性 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只有一个性 就是阴性 阴性 然后把这个S去掉 就是它的原型 巴 C A 国 我这一回 两种东西翻译不太一样 是吧 如果是属格的话 就是国得 王国得 如果你是兵格的话 那就是众王国嘛 诸国或者说 以群国 好 下面这个事我们一会儿这么来干 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通过后面的练习里面遇到一个贯词就往里面填 我们看能把这二十四个词形能填多少 一共贯词就二十四个词形 暗暖身 Angelos Curio Angelos 使者 谁的使者 主的使者 Curio 主的 一个属格的 五五五四 五五五五五的尾巴 这个是个os 主格的单数的尾巴 Fonein Angelon Fonein Fonein的话声音 或者这是兵格的声音 一个N 兵格 单数 Angelon 天使门得声音 或者使者门得声音 后面是个翁的尾巴 复属 属歌的尾巴 下一个 嘿 阿嘎培 徒 黑 阿嘎培 那 爱 阿嘎培 徒 谁的爱 呜 呜 单数属歌 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 那这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嘿 出现了一个嘿 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个了 在哪儿 在这儿 好 继续 to 也可以写上去 基督 阳性 但是这个属歌 所以应该在这儿 to 好 往下 tais 阿瑪提亚斯 to eru tais 一个语歌 要么就是to 要么是po 是吧 为了或者是给 那些个罪 那些个罪 阿瑪提亚斯 重罪 一个复数版 复数版 然后 什么重罪 tú kairu kairu 有时刻呀 时机呀这里的 比如那时刻的重罪 但是是为了那时刻的重罪 tú kairu kairos 这里就有两个罪词 这里就有两个罪词了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复数版那边 语歌 以R 所以阴性 阴性 复数 语歌 所以这边的话 nice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to 对 kairu 不过你刚才也写过了 kairos也是阳性的 所以跟这个是重复的 好 往后走 下个 fone zú kairuk anthrobo 所以这地方是神绿的东西 fone是声音 刚才一样 我这个加了这个 那就是兵格 这个也是主格 zú 神的声音 以及 以及或者是儿 然后uk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人的声音 anthrobo 还是uk 主格 人得 下一个 hokairios du uranu hokairios 主 主格来了 主格 主格那边 第一个有了 这个有了 然后 dú uranu uranu 是天 天 所以是天的主 天主 天的主 然后 看下一个 它也是阳性的 所以跟上面 那个兔是同一个位置 下面 obseste ten doksan griu obseste 你们将看见 你们将看见 ten doksan 第一变格里面的一个例词 以一个小短啊 这种情况不会很常见 以小短啊结尾的 doksan 那 ten doksan 宾格 你们将看见那荣耀 谁的 主的荣耀 geru 主的 主格在这 宾格在这 好 那 音信这边 又可以写个宾格出来 ten 好了 帮我们继续往下看 翻译 第一个 eipen tois oh jesus oh jesus jesus epen 这是个过去时代 或者以后我们会细讲的 所谓的 不定过去 说 耶稣说 对谁说 对他们说 autois 对他们说 翻译有这一个 但是上面已经写出来了 下一个 elari autois 他已经翻译了说 他正在说 不是个过去时代 他们正在说 其实 他正在说 给谁说 autois 跟上面这里一样 上面是给他们 这里也是给他们 他正在给他们 讲什么 后面是讲的东西 叫做 don logon 讲那话语 或者讲那道 don 行 don 我们上面有了 在这 好 再往下走 第三 ten agapen tou seu uk eheti 这个句子倒着写 有点过度强调 把兵鱼却甩到最前面去 那爱 谁的爱 tou seu 那神的爱 uk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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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然后 eheti 你们 没有 加个这个 你们没有 神的爱 来看第四 epimenomen tei amartias 这个其实很好玩一个词 欢迎去查一查 这个词的中文的意思 或者说这个句子中文的一个翻译 如果光是把它单独拎出来 其实意思还真很多很多 我们的词 第四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下面是有说明的 有差出处 看一下在哪 在这 第四 一二三四 在这 投马书第六章第一节 欢迎去看一看中文给出的翻译 英文给出的翻译是什么样 我们就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epimenomen 我们该继续 就是我们以后很晚才会出现的所谓虚拟仪器的人 说 我们该继续 然后 tei amartia 有趣味的是后面这里有下写的Yoda 它不是宾格 所以不是我们将继续纳罪 它不是作为继续的所谓的宾语 它不是宾语 它是个状语 它是个语格 它是个状语 那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通常是个为了什么 或者给什么的话 好像是我们将继续为了那罪 我们将继续给那罪 之类的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去看中文给的翻译是 我们在罪中 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好像前面少了一个英文印一样东西的东西 我们在那罪中还要继续吗 它是个问句 这就说明我们的语格其实用法也不少 基本用法是为了什么 给什么 可能还有别的 第五 Avostelai Hofios tu androbo tus angelus autu 拆遣 动词放在最前面 模仿希伯来语的写法了 Avostelai 他拆遣 他将拆遣 其实是一个将来时代 他将拆遣说Hofios 哪儿子 谁啊 Tu androbo 人 所以就是人子 主格在这 Hofios 主格在这 所以对于这个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个的主语 人子他将拆遣 拆遣谁 兵语在这 tus angelus 使者 好图 他的 将拆遣 他的 种使者 在这地方的话又有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写过了 这个刚才也写过了 这个算是个新鲜的 tus 我们写一下啊 在哪儿 重使者 阳性 兵格 附属 在这儿 tus 好 还有 在前面这里其实有一个 语格 t 语格 我们也写上去 所以对于他来说 有个这个 t 好 那 这个是一个阳音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你还知道一些别的 小技巧的话 你还可以再多写两个 写什么呢 写什么呢 就是 这一个 阳性的 这个格 和这个格 其实跟这两个是一样的 跟中性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写出来 这个你就能写出来 这就能写出来 当然 如果下面这个你能写出来 这边也能写出来 具体的 我们可以下一次 讲后面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继续往前面填 我觉得比直接抄书要有意思 也比墨写要有意思 结合一个句子 慢慢去寻找感觉去吧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录到这么多 下次见 拜拜